大家好,我是劣琪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唱泽佐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的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会儿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我觉得 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做一个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这个行业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播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勤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一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一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啊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上西北风 从我们东北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 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啦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 做这样的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 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 其他姑姑大姨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那种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 当所有人只关心 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 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 是我抄沪莱老师的 谢谢他 跟出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就是大家对网红 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于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就每次我都很好 就是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略琴 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 我就更喜欢说 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 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琴